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家臣 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介紹一隻手機遊戲 這個好像日本的遊戲 這隻就叫做《再雜之精》 我們先進去 我給大家看看為什麼我覺得 好像日本的《獄城》遊戲 因為我看到一個女角 我直接速選了它 我給大家看看我的女角 嘩 多可愛 多可愛 這隻就叫做《聖女貞德》 我都玩到它穿了全身裝甲 紫色 金色 什麼都有 其實它有不同的人物 我給大家看看 你可以選一些比較型的 你不需要拆手抽 一開始都給你六個 有紅髮型男 拿著大劍 又可以有一個藍色長頭髮 拿著兩把刀 或者又可以選一個長頭髮 像一個女人的男人 或者選一個性女貞德非常可愛的女主角 非常可愛的 而且細心聽一下 按一下它 是有聲音出的 看 它有聲音出的 真可愛 這個就是第一個特點 它好像一個日本的《獄城》遊戲 還有第二件事 好像別人的對話劇情 RPG遊戲 它可以按劇情 它真的每一個人 它有一個自己的故事 你可以根據故事來玩 譬如說我已經看到第八章 我們先按一下 因為它真的好像人家RPG 你可以選擇A路線 或者B路線 市區 我們先讀一下 女孩子說 是貞德姐姐 姐姐歡迎回來 我回來了 我是不是要裝聲 我回來了 貞德大人 貞大人 據說明明預知了火災 但是就沒有說出來 自己明白就好了 不要說跟自己過去有關的事 如果你想戰鬥的話 不要觸犯這個禁忌 還有貞德 你不是聖女 也不是惡魔的手下 你只是一個英雄而已 喂 怎麼搞的啊 直接這樣貶低它 只管專心完成你做英雄的使命就可以了 明白了嗎 希望不要再下次這樣形式看到你 哦 怎麼搞的啊 哈哈 它作為一個英雄的使命 嗯 我也不知道這樣選擇 就死定了 懂得選這些故事 就一定選正常一點的路線 我們一起去尋找啦 耶 是的 非常感謝 非常高興聽到你這樣說 對了 看完了故事 是不是真的 你好像別人玩A B劇情那樣呢 那些RPG 你選A路線或者B路線 但是你正常人呢 都應該選對的路線 因為選賽路的話 它就會給你少一點分 這個遊戲呢 就跟這個親密度 就按這個狀態 你看到呢 我現在親密度是Level 9 所以我才可以unlock到 第九Level的劇情 如果你繼續玩下去呢 親密度越高的話呢 你unlock的劇情會越後 所以這個遊戲呢 它主要呢 是關於這個英雄的親密度 所以你不要常常轉來轉去的英雄 只是死玩一個英雄 玩爆一個英雄 所以我呢 就玩爆這個聖女正德了 不過說了這麼久 這個遊戲究竟玩些什麼呢 除了這個浴城之外呢 其實呢 它也是一個起城堡的遊戲 給大家看看我的城堡 我的城堡呢 不是起得很多東西 因為呢 我發覺起得很多東西 很浪費資源 千萬不要亂起東西 但是最重要呢 我有一點點那些強迫症啦 我是令到呢 外面呢 剛剛好五個五個 五個採石牆啦 然後五個砧木牆啦 五個龍牆啦 五個採礦牆啦 剛剛好評分了 每個都有五個這樣區域的 那麼 很基本的起城遊戲 就是你要建一些資源 給自己儲資源啦 不過這個遊戲呢 有個特別的資源的 平時大家看到啦 有木材啦 石啦 鐵啦 還有糧食啦 之外呢 還有第五個呢 它是新的 這個就是魔石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名字叫魔石 魔石 魔石有什麼用呢 魔石呢 就是這個遊戲呢 主要用來做裝備的材料來的 我們看一下 例如呢 我這頂帽子 你看到是藍色的 那如果呢 我要升上一級 變成紫色的話呢 我要按這個鐵帳 然後呢 然後呢 按進去 強化裝備 嘩 耶 對了 我剛剛昨天臨睡之前 我升了一個劍 升了一個綠色 那就按強化裝備啦 那 例如我剛才的帽子 是這個藍色的 升這點紫色的帽子呢 我需要一堆素材啦 需要兩個鐵礦啊 需要兩個蜘蛛網啊 還有十七塊紅色的三角形石 還有要二萬多個魔石的 所以呢 這遊戲呢 如果你要升裝備 越厚的裝備 越厲害的裝備 就需要魔石很多 所以呢 千萬不要浪費那些魔石 一開始儲存在這裡 儲存到你有用之後呢 你就會發覺呢 砰砰砰的聲音都沒有了 例如呢 我們去一些很厚的裝備呢 你看到 如果要做一個漂亮的裝備呢 譬如說我做這個秘銀劍啦 20的裝備 它要用三十幾萬的魔石 但我只有五十幾萬的魔石 所以呢 是很快用完的 但是呢 有個小提示給大家呢 如果大家玩這個遊戲呢 記得入一個同盟 即是入一個工會 因為進入工會之後呢 你每一晚睡覺睡醒之後呢 你就會進入工會之後 你按這個震禮呢 你看到99加 究竟什麼叫99加呢 是神經病 你看有139個 這個工會超級正 這個工會超正 很多人經常打怪呢 然後就可以拿這些寶箱 那我就進來呢 每一天呢 就馬上打開這些寶箱 你看到很多道具都拿了 那些石啊 素材啊 這些資源啊 或者這些減時間的東西呢 都可以在這裡開到的 所以超正的 所以 每一天呢 一起來就喪禁這個按鈕 就可以拿到很多寶箱 超開心 耶 耶 耶 開完了 那怎樣拿這些寶箱呢 其實我們呢 都可以幫這個工會做少少東西的 不只是我們收東西的 因為呢 我先按大地圖先 那現在我的城就是這個位置 那呢 例如呢 旁邊有一個剛剛好 我可以撿雞了 有隻8分鐘之後就消失的牛 是5level的 這個遊戲裡面呢 怪物是分1至5level的 5level是最厲害的 那5level的怪呢 是比較多血啦 以及比較難打一點的 那例如呢 我現在在這個8分鐘內 快點撿雞 因為撿完雞之後呢 打完這隻牛 米洛陶洛斯 C 嘩 這麼難讀呢 打完這隻牛之後呢 它就會掉一堆的寶物 那麼 最後一個殺呢 還可以拿到一個箱呢 給工會 所以呢 所以一定要撿雞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自己殺了 那我們現在先殺了 殺這些怪的時候呢 我們呢 需要用我們的零力 譬如說這個呢 要用萬二 那麼你看到呢 我非常可愛的角色呢 這個聖女貞德呢 已經走過去了 非常可愛的角色 真棒 你看到它即時打到的 走過去了 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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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扣了9.9%左右 那呢 因為這隻怪呢 很多血呢 所以我們要是打幾次的 又或者呢 如果工會隊友幫你的話呢 你就可以打快一點 還有加成 可以加大10% 或者20% 攻擊力 那樣 你看到我的人 回去了 來了 最後一下啦 因為呢 我已經打到它 就是死了 剩下2.8血的 所以呢 我今次這一下呢 是致命的一擊 基本上殺了它 來了 快點走 快點 殺了它 殺了它之後呢 就可以為我們的工會 出一分力了 我們就可以拿到一個寶箱回來 還有可以增加一些分數 Yeah 殺了它 殺了它 所以這個寶箱就有了 搞定了 看到下面 Garrison 打到這個米樂 不知道什麼 又閃開了 看不到 對 打完這隻怪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 好像墓地的東西 其實呢 可以去收集的 你看到我們糧食這裡有這麼多 非常多 加上呢 它還可以搜集不同的資源 例如這隻牛的牌 還有一些寶石 等等的東西 所以我們呢 就去採集它 採集 然後按全軍 好 走快點 我們可以派我們的軍隊去收集這些資源 剛才說完卡牌 究竟卡牌是什麼呢 卡牌呢 卡牌呢 就是傷陷在我們的裝備上面 例如 看到我們帽子 我們帽子 就裝了一個卡牌 就可以加一些能力 譬如說這張卡牌呢 就增加我這個英雄的親密度 加多15% 對魔獸的攻擊力 多了14%左右 還有糧食生產22% 所以呢 你配合不同的卡片呢 就可以令到裝備更厲害 例如呢 我這個手環呢 還沒有這個卡牌傷陷 那這裡呢 就有很多張卡牌 白色呢 是最差的 白色之後呢 就是綠色 綠色之後是藍色 還有那些卡牌呢 可以再合成的 這個非常漂亮 這個 六位英雄團結一心 但這個 不是太厲害 因為呢 它只寫著 士兵攻擊力是100% 但是 士兵的攻擊力 真的是士兵 不是關於你的英雄 所以呢 我不建議用這些 除非你經常打人 例如你經常打怪獸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裝這個 魔獸攻擊力啦 不過呢 我現在不裝著 因為呢 這些卡牌 我現在手上的 比較差 因為我正在等一張比較厲害的 我才裝上去 在剛才拍片的時候呢 我已經收了差不多100個的箱 現在呢 又有多4個了 我記得牛頭骨那個是我的 這個箱是我的 所以呢 打開4個 YEAH 又有些保密了 為什麼會叫大家入公會呢 因為呢 我現在這個公會 就是香港公會來的 入了之後呢 我看到昨晚呢 有人問說 我被人打 怎麼辦 他們在那裡聊聊天 所以呢 進去公會呢 非常之好啊 進去公會呢 交流非常之好啊 我之前問了他們 譬如說公會的據點在那裡 但是我就沒有飛過去 因為呢 我發覺飛過去之後呢 跟公會一起搶資源呢 是一件慘事 所以呢 我現在好像自己獨行俠一樣 我自己 自成一角在那裡 因為呢 你看到附近有很多資源 我可以收啦 附近有很多怪獸 我可以打啦 非常之正 就是獨行俠這樣的 另外呢 我發覺這個遊戲呢 除了香港人玩之外呢 我只會看到一些韓國人 這個幽隱文 韓文 韓國人也在玩 還有一些奇怪文 我也見過的 但是 正常的呢 應該是香港啊 台灣啊等等 所以呢 在這裡呢 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 特別呢 可以認識一些女兒 如果有玩的話 正啊 最喜歡認識女兒 最喜歡在這個呢 選擇女國人認識女兒 正啊 我準備呢 繼續起我的城堡啦 我們今天呢 介紹到這裡 大家如果想玩這個遊戲的話呢 大家如果想玩這個遊戲的話呢 記得留意在Description下面呢 下載這個再集之證啦 我們下次的手機遊戲 再跟大家見面啦 拜拜